用開Java的你有沒有用過hibernate? 有沒有發現某些API被它搞到好慢? 想不想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optimize performance? 五個常見hibernate錯誤,你中了多少個? 大家好,歡迎收看NIT,我是Anita 如果有用開Java做backend的 十個有九個半都會用Spring或者Spring Boot來做framework 通常又會配搭hibernate和JPA 好記得我當年入職的第一個task 我的上司就跟我說某某APP的backend很慢 叫我搞搞它 那好吧,我就研究一下上手的code 而這個APP的backend正正就是用Spring和hibernate 作為新手的我要我去做optimization 難度當然爆了 我在UAT場裡死試難試,都試不到到底是哪一part慢 原因是UAT場太少人用,問題沒有浮出來 經過一番研究之後 最後發現某個位置用了hibernate的一些feature 令到query operation變得很慢 改了之後,APP的maximum number of user就提升了一倍 今天,我會綜合這十幾年入面 我發現大家在用hibernate的時候 最容易出現的五個錯誤 看看你手上的hibernate project有沒有這些問題 記住看到最後啦 首先,來清一下概念 雖然通常JPA和hibernate會是一齊用的 但其實是兩樣東西來的 JPA是你的java program和data溝通的layer 令developer可以專注在business logic上面 例如是object的definition query的parameters 而hibernate 就是JPA和database的溝通 例如是他們之間的connection raw data和object之間的轉換等等 而就算不用hibernate 都有其他代替品的 例如是openjpa 原理也是一樣的 這條影片講的東西都會用的 雖然這個不只是JPA的問題 但不知為何 我經常都見到人不做indexing 但這件事真的太重要了 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 可能是因為development和uat的用量少 試的時候見不到有什麼問題 所以覺得不下也不要緊 或者是忘了下 但indexing的重要 會是在production開始有少少traffic的時候 就開始見到的 而且99.99%的service都會有這個需要 所以真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 有多重要? 就是一個你本身可能只需要半秒以來的query 變成需要幾分鐘 甚至浪死你的service 你說還不重要了? indexing不單要下 還要在production的階段 繼續看著哪些位需要加 因為很多時候 在development的階段 會 overlook了有某些位置 會有很多人用 畢竟落太多index 又會對database造成負擔 所以要落得其所 很多database都會有這個feature 就是slow query log 它會將一些特別慢的query 落低 之後developer就可以針對這些query 去加indexing 甚至是再做optimization GPA有個很方便的功能 就是直接在field上下annotation 可以將它連接到其他table 在寫句的時候真的很方便 直接getfield就可以 不用再另外query 不過就會衍生n加1這個問題 n加1就是 即是我們假設有個電影 movie的object 它除了基本資料之外 還會有個上映戲院 cinema的array 有個長次 showtime的array 在我們query電影的object的時候 就會衍生這一堆query 即是假設你有10個movie的entry 就會由本來的1條query 變成20加1 即是21條query 那會有什麼問題? 對於backend來說 除非你的application 有大量文字以外的東西要處理 或者是要inference AI model 這些那麼特別的用途 如果不是 最大的樽頸就會在database上 即是我當你的application 只有剛才那個動作 那application的capacity 就只會剩下二十分之一 由於個個都會講 n加1這個問題 所以JPA有個fetch type 可以set 由EGA改成lazy 可以避免query一些 你不需要用到的field 不過如果你要用那個field 的時候 多了的query 又避免不了了 你可能會說 那我要用到那個field 就要query 有什麼辦法? 例如我要長次的data 就會是這樣 那就是10加1 即是11個query 但其實你可以把它變成這樣 雖然是要拆開成兩步 在development上麻煩一點 但performance來說 是好很多的 Spring系列的framework 本身就是出了名大食的了 吃什麼? Memory 再用JPA加hibernate這個組合 簡直就是未見官先打50大版 如果你再做一些浪費Memory的動作 Memory consumption就會好像滾雪球一樣 高速用清掉你的Memory 有什麼是浪費Memory? 例如你要做一條list的API 裡面的data有很多和很大的fields 但大部分的fields 根本不需要在list API上顯示 那你已經是浪費這堆fields用了的Memory 不要小看這裡 如果你一條data就不是很多 但你一list出來 條數就會佩戴 多些人用的時候 又會再佩戴 所以你以為在UAT場浪費的是那麼多? 其實在production的時候是那麼多啊 所以如果你的object比較大 當你做list的API的時候 最好就是落回projection 在你的query上 即是不要用selectsync 改成selectid name等等 list你的API會用的fields data base就會skip了其他的fields 用的Memory就會少很多 尤其是那些article blog post啊 那類會將一大篇文 甚至是HTML 圖 save到某個field的object Memory的用量會省很多很多倍的 有了JPA 在database design的流程上會不同了 很多時候會skip了寫schema的step 直接跳去寫個object 除非你是個很熟悉database的高手 否則很容易會overlook某些東西 例如是怎樣把某個object 割開到不同的table 那些forward key怎樣設定 給個沒那麼抽象的例子 article裡面有兩個fields 一個是category的id 是single的 另一個是tag 是multiple的 然後有一條API 就要list個category有什麼article的tags 很順理成章 就會是一個article的table 一個tag的table 然後tag的table 就會是articleID和tag兩個field 如果是會做optimization 就會再加categoryID這個field 到tag的table 這樣就可以在query上輕鬆select出來 不用碰到那麼多個table 但如果在JPA上面 由於define一個string array的field 實在太簡單了 很多人就沒有理解過 背後到底落database的時候 會變成怎樣 就沒有再深入想怎樣optimize這個位置了 最後一個 沒錯,又是threadsave 這次threadsave的問題 會在save data的時候出現 試想下 有兩個人在差不多的時候 想改那個data 他們先後都開了這個data的那一頁 trigger了get的動作 這個data有兩個field UserA想改fieldA 改完按save update了一次的data 之後UserB想改fieldB 但他拿著的是UserA改之前的那個data 改完又按save 如果我沒有做任何事情去處理這個問題 就會是UserBsave上去的東西 即是得fieldB改了 fieldA只是在UserAsave完 UserB未save之前 這個小小的空檔裡面被改過 等到UserBsave的時候 又被改回頭 這個就是threadsave的問題 那有什麼解決方法? 通常我們會有三個做法 第一,override 即是假設最後save的就是對 什麼都不用做 第二,addversion 就是用jpaaddversion這個功能 開多一個field裝著那個version number 好處是做法簡單 但不好處是 如果那個version不適合 就會save不到 如果用回剛才的case 就會是UserB想save的時候出現error 然後要refresh頁面 令UserAsave了的那個version 再改fieldB 然後再save 如果他要改的東西少 都不太差 不過如果多就... 第三,由整個object update 變成正是update改了的field 回到剛才的case 這個做法 就可以UserA和UserB 都直接save他們各自改了的field 而不會互相影響 不過這個做法不一定對 因為這樣最終的成像 跟最後save那個人 看到的東西是不同的 比喻是 Data是 Chris是女人 UserA想著改成 Chris不是女人 UserB想著改成 Chris是男人 結果就變成 Chris不是男人了 所以要視乎情況 看下這個use case 適不適合這樣做 而且這個做法 在三個裏面最麻煩 又要記住哪些field改了 又要砌條update的operation 用最多時間 講了那麼多 其實JPA有沒有好處? 都有的 如果你的application是簡單 沒有那麼多人用的 例如是一些公司的internal system 他真的可以幫你省很多的development時間 而且他的門檻比較低 其他人要看些code去理解data的structure 都不難 難怪都還有那麼多人用 所以要視乎你的情況 考慮一下應不應該用 和怎樣用 好了 今天就是這麼多 如果你覺得這條片幫到你的 在下面按一個like 如果你有什麼其他tools 或者framework 想我分享經驗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還未subscribe我的channel 記得subscribe 另外如果你想看多些我的經驗分享 現在就按這裡 看我對hibernate的經驗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